荣幸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 郭文贵本人负很多责任 也可以负一切因此爆料的所有的责任 我对真相负责 我向全世界报一个影响人类命运 和我们每个人的信息相关 宗教主义我认为在世界上 最后一个图腾将会消失 就是哈美尼一即将完蛋 恰恰的你的家族很多都是朋友 但是由于你是人类的公主 由于你和共产党的这个邪教主组的合作 在世界和平和正义面前 我们要选择和平和正义 哈美尼一先生是7月26号的下午 开始心脏心肌炎导致的心脏衰竭的手术 这个手术呢 就要做了整个的要启动 搭桥各种复杂手术 到9月27号早上 做了很多小时手术 没有做完 到27号到现在 到时候就是我下午的就是纽约时间一个小时 也就是现在爆料 就9月29号的纽约时间 12点到1点期间 他们所有的医疗小组做出了决定 哈美尼一的心脏不可能恢复 让大家准备公告死亡后的情况 我可以保证这个消息 在我今天说之前 全世界没有 包括伊朗人 没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的强情 我可以让大家负责 他只有1%的机会 他能活过来 99%的机会 他会在未来的 不会超过48小时会宣布他的死性 这对犹太人 我们尊敬的犹太文明 犹太世界是一个绝对好消息 对待整个霍斯姆海峡 整个中东国家的和平 这是个上天次以最好消息 对待消灭中国共产党 和普京的独裁主义 和乌克兰的战争拯救乌克兰 和共产党打造的 所谓的铁三角和邪恶的五国 来反对西方的文明 以反对美国为借口的 现在造成的事件 整个的核阴影下的 这种世界大战即将发生的 这种情况 我认为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 啊